风言风语 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秋列峰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 风言风语 不久前有外国朋友问我 在印尼的华人 是不是不可以在乡镇开店卖东西 我说 嗯 却有此事 但还好 这已经是成年往事了 1959年11月16日 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 颁布了一份总统条例 禁止华人在印尼的乡镇开店卖东西 虽然禁止了只是华人在乡村开店 但却演变成排华暴力和血腥事件 导致当时很多华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甚至也影响到了华校和中文媒体 在印尼的存亡 这起事件让数十万华人不得不忍痛 放弃在印尼的家园 和事业回到中国或移居到其他国家 因此这件事件我们也把它称为是 印尼政府用不直接的方式来驱赶华人 这一期的风言风语 列峰带您进一步了解 印尼华人被禁止在乡镇做买卖的经过 50年代的印尼有很多华人开店做买卖 当时开店的华人有一个特色 服装的特色 他们喜欢穿着蓝色的短裤 白色的背心 用算盘算账 比现代的计算机还快 其实不只是印尼 很多东南亚的华人杂货店老板 都是这样子的装扮对不对 但是好景不常在啊 1959年11月16日 印尼总统苏卡诺颁布了 1959年10号总统条例 内容是禁止华人 在省府和县府以外的地方 经营小型和零售业务活动 条例虽然说是外籍人士 但在执行上只针对华人 对欧洲籍和阿拉伯籍人士 没有影响 主要的内容是 不让华人在乡镇 乡村或乡下开店卖东西 华人要卖东西 要做小买卖 要做零售业 可以 但是要到城市里去做 要到一级行政区或二级行政区 也就是省会和县府去做 以国籍来区分的话 当时在印尼的华人有三种 首先是只拥有中国国籍的 然后是拥有中国和印尼双重国籍的 和只拥有印尼国籍的 这个条例本该只是对 没有印尼国籍的华人生效 但印尼政府在实行的时候呢 却是针对所有华人 只要是华人住在乡下 都没有生意做 当年缅兰的警觉日报 Harian Waspada 估计在缅兰会有 两万五千个华人商店受影响 印尼节奏杂志 Majala Tempo 估计有超过五十万的 印尼华人商人受到影响 在当时印尼政府 大规模用武力强力执行这个条例 动用军队 警察 宪兵 以残暴凌辱的方式对待华人 条例只是指外籍人士 不可以在乡下一座小买卖谋生 并没有说不可以住在乡下 但在有些地方 华人甚至被驱逐出乡村 华校被征收 失声失笑失学 能保住的华人商店 不可以用中文字 因为当时呢 也有对中文的禁令 中文报社 杂志社 特刊 都被关 在北苏门达腊 华人商店和货仓的货物被没收 在墙上写满了 驱赶华人的大字 有些地方人们 趁机掠夺华人的商店 在西角洼 尤其是 Jurut Jiba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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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地方啊 军队强行驱赶华人 造成了当地华人 和军队的血腥冲突 有人命伤亡 包括女性 因为保卫家园赖着不走 而被军人用枪射赐 在亚齐的洛克斯玛维 华人被赶出自己的家门 然后被带到广场 在太阳底下晒超过五个小时 男士被殴打 然后被脱掉上衣 被泼上油漆 在他们的身上 写下侮辱华人的字眼 这项条例颁布后 有数万华人失业 财产被没收或掠夺 很多华人都过着贫困交加 流离失所的日子 当时的印尼华裔政治家 萧玉灿记录 当时总共有大约 三十万乡村华人 被赶出家门 数万个华人的生意 被强行夺走 许多华人的生活 因此陷入困境 当时中国政府 除了强力谴责 和表示不满之外 还有派船只来印尼 把华人载回中国 当时来回总共走了四趟 当时有十九万九千个印尼华人 报名想要回中国 但最终只有十万两千个人 能被载回中国 此外还有自费搭商船 回中国的 在这个时期 被逼回中国的华人 有三十九万人 他们大多数搬到了福建 广东 海南一带的山区耕地 据说还有大约一千五百人 乘搭台湾向日本租的船 心安丸去了台湾 上个月回去我父亲的家乡 登比拉罕的时候 我也问了我伯父当年的经历 当年在我伯父生活的 廖内省的登比拉罕 那个时候还没成为县府 所以也受到了这项条例的影响 但根据伯父和我的分享 当年那边的情况 并没有外地那么严重 他说当年禁令颁布后 大家就没有生意做了 大家试着转行 有些就进山里去种地 有些做运输或服务业 当时若要再开店做生意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可以去办理 入住印尼籍的证书 宣示效忠印度尼西亚 并且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但是要办理入住印尼籍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在登比拉罕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就是华人必须做政府的产品的sales 做政府的流动销售员 博夫说他们曾经必须为政府卖政府的米 整体来说 这个条例当时令许多华人深受困境 也是导致大量印尼华人移居的原因 有些就移居到了城市 因为在省市县市是可以开店的 有些甚至移居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台湾等地 当然也有很多是回中国的 被称为硅桥 在印尼的历史上 排华事件和排华的条例层出不穷 从18世纪荷兰政府对印尼华人的大屠杀 到65年和98年的排华暴乱 印尼华人一路走来饱受波折 历尽摧残 印尼华人并不是大家经常听说的 每个都是有钱的商人 真正有钱的 其实并不到印尼华人总人数的5% 剩下的是经历波折 忍受屈辱 生存下来的 我是Andy俊瑞峰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 风言风语 风言风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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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